最近新北市也做不到 而为了要行销城市 那么台北市政府呢 也特地找来了大陆人气歌手胡夏 还有韩国明星赵慧仙 拍摄微电影爱上台北 描述这两个人不约而同来到台北 体验爱情的酸甜苦辣 影片巧妙的穿插了台北市知名的场景 这个影片才po上网 一天吸引了13万人次点阅 而且大陆网友看了直说 真的很想来台北玩 轻松浪漫机调搭配台北市各街头美景 还找来大陆歌手胡夏与韩国艺人赵慧仙 这是哪一部新电影要上映了 我感觉一股年轻自由的味道 这里真的已经到了台北 片中胡夏是要从大陆来台湾游玩的旅客 巧遇在韩国刚分手的赵慧仙 两人不约而同来到台北 体验了想念过程中爱情的酸甜苦辣 胡夏首次尝试为电影 其实是为了台北市政府城市行销 所拍摄的爱上台北系列短片 预告片才po上网一天 这吸引超过13万人次点阅 大批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说好期待台北美食和美景 还说拍得好清新啊 超级爱 不得不说台湾的影视效果 看起来很吸引人 台北真是美 北市不大阵仗找中韩艺人赤资140万拍摄为电影 就是看准了庞大观光台 韩国今年截至目前将近14万人次造访台北 大陆则是163万 两国在台北消费力平均每天5000到8000 但官方只要吸引百人次来台就能打平 各县市抢观光大台 北市国贸足全力 花招百出 中秋节现在可是送礼的旺季 当然对于店家来说呢 一定要抢中秋 最近新北市也送不到 而为了要行销城市 那么台北市政府呢 也特地找来了大陆人气歌手胡夏 还有韩国明星赵慧仙 拍摄为电影爱上台北 描述这两个人不约而同来到台北 体验爱情的酸甜苦辣 影片巧妙的穿插了台北市知名的场景 胡夏首次尝试为电影 其实是为了台北市政府城市行销 所拍摄的爱上台北系列短片 预告片才PO上网一天 就吸引超过13万人次点阅 大批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说好期待台北美食和美景 还说拍得好清新啊 超级爱 这个影片才PO上网一天 吸引了13万人次点阅 而且大陆网友看了直说 真的很想来台北玩 轻松浪漫机调 搭配台北市各街头美景 还找来大陆歌手胡夏 与韩国艺人赵贵仙 这是哪一部新电影 要上映吧 不得不说台湾的影视效果 看起来很吸引人 台北真是美 北市不大阵仗 找中韩艺人 赤资140万拍摄为电影 就是看准了庞大观光台 韩国经典截至目前 将近14万人次造航台 我感觉一股年轻 自由的味道 这里真的已经到了台北 遍东湖下市 要从大陆来台湾游玩的旅客 小玉在韩国刚分手的赵慧仙 两人不约而同 来到台北 体验了想念过程中 爱心的三铁古巴 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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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臣